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国外长对马克龙的倡议予以肯定 并称一些北约国家 已经向乌克兰派遣了军队 今日天主教教宗方济哥表示 乌克兰应拿出举白旗的勇气 通过谈判终结与俄罗斯的冲突 泽连斯基回应称 虚拟调节无法谈判指战 乌克兰外长称永不投降 此前美防长奥斯听称 若乌克兰战派 北约获于俄罗斯直接开战 北约到底有没有队伍派兵 北约的一些步兵 所以能不能就是乌克兰这个窝 还是一直是怀疑的 严格来讲的话 北约或者西方是不是参与的 那肯定是参与的 一直在参与的 今天整个欧洲对于乌克兰战场的情形 是非常悲观的 都不希望自己真正的 以国家层面去派兵参战 今年它最大的战略目标 就是确保乌克兰绝不能输 目前欧洲整个处在 俄乌冲突的十字路口 现在欧洲军人 有时候比政治家还是聪明一些 一回战的NPK 普京连日在即 俄乌冲突会否迎来终局 一虎一席谈 有话 大家喊 好 电器格力骚 欢迎收看格力电器 独家冠门的一虎一席谈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两年过去了 你看到什么 很多人觉得说两年之后 应该是情势暂缓吗 很抱歉 并不是 看到的是更加紧张 甚至有可能是越来越残酷 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你耳里还想到 法国总统马克龙 最近公开地说 西方国家可能不能排除 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 这句话一说 整个西方都炸了锅 到现在为止 他还坚持说 他每一句话 都是身师手虑说出来的 这个时刻 俄罗斯总统普京 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 俄罗斯的战略和力量 已经处于完全战备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可能接下来 我们看到是更加残酷 甚至有可能失控的局面 首先一开始 我们先关心这几天 大家最关心的这场总统大选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看 仔细看一下 俄罗斯总统大选 现在有四个候选人 除了普京之外 哪一个能告诉我 其他三位的名字 你能说出来吗 有没有任何一位 一 二 三 说不出来 孟臣 其他三位你能说出 任何一位的名字吗 说不出来 刘旭 能不能说出来 说不出来 永惠 能不能说出来 三位都是议会政党的候选人 Slootie是不是 好 你大家仔细看 仔细看 这些都包括研究俄罗斯的专家 都说不出来 来 我们看看 从乌克兰回来的中国外交官 建伟兄 有俄罗斯共产党代表 哈里托诺夫 还有新人民党领导人 戴维克夫 你回答了两个 但是已经不简单了 好 但是我们这个 这么难的话题 完全没有套招 我真的就想考考 在我们这边的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参赞 莎库拉 后面这几个 其他三个候选人 你都能念出来名字吗 我对人是普京 好好 我 莎库拉你知道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吗 因为其实从各位的回答 证明一件事情 普京的连任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所以莎库拉也不回答我这个问题了 几乎大家都是认为可能的 我要问的是下一个问题 你看 如果71岁的普京 他如果顺利连任 他将是第五次担任总统 他这个第五次意义在哪里 最大不同点在哪里 勇慧 请说 就是证明了俄罗斯需要普京 普京恰恰是俄罗斯稳定的 最大的因素 所以说他修改宪法以后 重新担任总统 并且现在在总统选举道路上 并没有任何的障碍 应该是顺理成章 能够成为新任的总统 所以它的意义在于稳定 好 如果他顺利当选的话 他比之前苏联时代的斯大林 斯大林做的是29年 比他的任期还来得长 这个任期的长意味的是什么呢 刘旭 从你解读 不行 是这个六年的问题 还会更长 这是一个俄罗斯稳定的 这么一个表现 另一方面我觉得 其实就是在不同的国家 尤其是像俄罗斯这样经历过 这种体制转型的这样的国家里 它其实一直存在着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 就是国家对社会的这种管控 这种影响是越来越强 总统制掌俄罗斯23年来 其领导才能和执政 施政的成果 成为俄罗斯无可增议的领袖 这是普京当选没有任何悬念 是铁板钉钉子的事 这是俄罗斯特色选举制度的体现 我相信普京总统 对整个俄罗斯的民众的 这个政治观点 包括他的整个的主流意识的影响 应该来说 现在来看已经是形成了一个 相当巩固稳定的基础 好 沙库拉在你俄罗斯的 外交官眼里 您看到这个总统 您看到普京 您觉得他最大 能够坐在今天这个位置 这么长久 最大的核心是什么 主要是俄罗斯国民 对他的强烈支持 也是证明了他执政的效率 也证明了他在治国方面的成绩 所以我们在国内 对他的这个胜利 大家也是毫无疑问的 也代表了全国人民 在这些外部挑战 和国内发展的挑战的面前的 这个决心和团结 相关话题 我们要转到上海 上海现场 画面上看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全球治理研究所的副所长 研究员赵龙 赵龙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一下 你看有一句话说 铁打的普京流水的是美国总统 在普京执掌的24年当中 就熬走了四位美国总统 分别是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 特朗普 而现在是对上第五位 也就是拜登 最近他公开的表示当中 都明着表示好像是支持拜登 难道是对俄罗斯而言 拜登是更好对付的吗 还是其实他期待的是 特朗普胜选呢 普京当然是最期待 特朗普胜选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 是存在某种化学反应的 我们看这个特朗普 他个人成长的背景 跟俄罗斯也是有很多 商业的往来 特别是他作为一种 反建制派的代表 甚至是很推崇普京的一种 治国的方式 所以我想当然俄罗斯 包括普京对于特朗普 如果能够重新当选 会不会再延续他的一些立场 比如说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当把美俄带回谈判桌 一天之内结束乌克兰危机 我想这些呢 其实是符合普京 关于有条件的结束 这场危机的一个需要 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特朗普坚持的一种单边主义 美国优先这种理念 它对于美国国内 跨大西洋关系 以及整个美国蒙曼体系 它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那这个当然是有利于 俄罗斯的外部环境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可能对于特朗普当选 更加的期待 或者是有更多的空间 来进行一些交易和妥协 如果事实上最后 是特朗普胜选 这两个话去反映 能够让俄乌战士 能够提早结束吗 远慧亮出你的观点请说 应该还不太可能 因为现在双方呢 在这个战场上的这种消耗呢 还没有结束 对于美国来讲 乌克兰还有很大的战略价值 在战场上能够消耗俄罗斯 那对于俄罗斯来讲呢 现在战场的主动权呢 是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 他已经是与全国的 这个战时经济的这种状态呢 来应对乌克兰战场上的战争 所以双方呢 认为在战场上 还没有拿到足够的筹码 怎么在谈判桌上 就不可能有 更能够容易找到一个共识 找到契合 找到一个交易的点 所以我想即使特朗普上台呢 也不是很容易能够结束这场战争 乌克冲突打到今天为止 可以说双双陷入了一个 撒敌一千 总是八百的一个境地 那么整个战争的态势 呈现一种复杂化 扩大化 长期化 国际化 无论是拜登当选 还是特朗普卷土重来 都无力于在短期里止战 因为当战争打到今天的时候 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上来就可以止战的 好 我继续要请教的是沙古拉 沙古拉是过去两年战事的时刻 你每一年都会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都会强调一句话在我们节目 就是说其实今天乌克兰 背后就是白宫主任 那么如果在11月的大选当中 白宫主任换了 换特朗普 那局势就会改变吗 很多人以为普京是开玩笑 或者是为了诋毁拜登的候选的几率 才说我更支持拜登 其实他解释得很清楚 他并不是开玩笑 由拜登当选 美国的这个政策是更有预测性的 要是特朗普的话 他执政的这四年表明了 无论是美国国内 无论是他对外政策 会变得非常乱 这个我们不希望美国乱 要是他乱 这个对全世界并没有什么好处 拜登的这个政策是我们习惯的 我们能预测的政策 也能够就是做 一定程度上做他工作的这个政策 要是特朗普来的话 像他搞的这个朝鲜半岛 他一天要打 一天又跟金正恩见面 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这样的政策很难说是这个有效率 好 来 留学我们看大屏幕 大屏幕里头是很多国际媒体 在不断地分析普京的国情资文 在这里头 普京特别敲打了西方说 西方如果干涉俄乌战争 会爆发大规模冲突 同时强调俄罗斯的战略和力量 已经处于完全战备状态 最近把核武一直挂在嘴里 现在俄罗斯的高官 这个频率越来越高 这说明什么 留学 我觉得可能从普京的角度来讲 说这样的话 可能确实要引起一些重视 但实际上我们看 过去这么长时间里 其实一直不断有这样的信号 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要 还是比较冷静地看待这样 因为大家觉得 对这个核的使用 全球是有共识的 大家都害怕 这个局面能够更进一步 就是我们说 可能回到冷战的时候 就是它是一个恐怖的和平 那现在可能是 恐怖的这种想象 其实是越高的话 我觉得反而和平的其实 或者说故意膜被限制 在一定程度的这种可能性 反而更大 孟臣 我知道你在军事方面来讲 会对这件事情 可能有不同的解读 我好奇的是 就在普京他发出这样的声音之后 你可以看到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导说 俄军使用核武的最低门槛 是俄军被摧毁 有20%的战略弹道导弹的潜艇 30%核动力攻击潜艇 三艘以上的巡洋舰 以及三个重要的机场 你看到这样内容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的来分析呢 我觉得这份相关的报告 在这个时间点抛出来 当然我们说有各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当然还是要进一步的 在整个欧洲去掀起更大的 这种核方面的紧张 那这种紧张呢 当然我们说对于各国的军事工业 也是有好处的 同时它其实也会有利于 北约在之前没有部署核武器的 比如说东欧或者北欧 下一步有可能更多的去 部署核武器来跟俄罗斯 进行相关方向上的对峙 那么还有呢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试图去 导致俄罗斯跟它的一些 这个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 出现这种紧张 或者是至少是不和谐的声音 那比如说他提到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邻国 也可能是核打击的目标 但是我们说从军事 最基本的原则来讲 换成美国 如果有三艘巡洋舰被击沉的话 美国方面不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我们也可以说基本上等于零 我认为就关于 使用核武器的这种表态啊 在普京最新的这个国庆咨文中 提出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我觉得它是有所指的 那主要指的还是近期 爆出一系列关于 是不是北约的军队 特别是它个别北约成员国 已经有军事力量在乌克兰存在 并且呢不仅仅是一个 后方培训的功能 而是在实际的操作 一些武器装备的这个打击的行动 我觉得这个呢 恐怕是俄罗斯非常在意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 北约不直接下场这条红线 会被这样逐渐的蚕食的话 那俄罗斯在战场上面临的 这个压力会更大 所以它也要明确 俄罗斯的红线 也就是说如果说北约进一步的 表明了他们要直接的参与下场 那么俄罗斯不会排除 一切的手段 去维持自己的优势 那么这个手段当中 当然包括核武器 所以我想要结合这个战场的 一个大背景来看待它的表态 这个部分来讲 我想听一看 沙古莱来解读 从普丁的嘴里说出这样的一条 他说俄罗斯的战略和力量 处于完全战备的状态 尤其是在你们的国情咨文里头 点出来 怎么解读它的意义 俄罗斯已经多年在警告西方 是他们在搞很危险的一个博弈 越来越挤压俄罗斯的安全固件 不利于他们本身 当然这个核战争是没有赢下的 这是俄罗斯领导人和我们的外交官 多次表达我的一个立场 但是很危险的是西方似乎在试探 到底走到哪一步 俄罗斯会使用这个核武器 他们是真的要这么做 那就是很可怕的一个事 要推翻泽林斯基总统 没有社会基础 不是一个政府是在抵抗 而是全部人民在抵抗 现在的战场比一战 可能还要更为惨烈 《一虎一席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又一位嘉宾加入我们PK的行列 乌克兰基辅现场 我们要联系的嘉宾是 乌克兰航空研究所创始人 总经理就是吉阳 掌声欢迎吉阳 吉阳一开始 我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 俄乌战争现在脉入了第三个年头 部分的西方军事专家 他公开评论说 总体的趋势是 俄罗斯是赢的 乌克兰已经败了 况且毫无悬念 不可能扭转局势 你认同这样的分析吗 从乌克兰人的就是眼里 大概这个情况是完全不确实的 为什么 第一 不是一个政府是在抵抗 是全部人民在抵抗的 第二 关于乌克兰已经失败了 这个也是很是胡说的一个概念 现在就是俄罗斯好像就是 今年夏天是不是还要再进攻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凭什么来进攻呢 他们就是人也缺 武器 装备也缺 全部都缺 所以如果他们不缺的话 为什么他们要找朝鲜 为什么他们缺找伊兰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 就是具体的今年会发生这个趋势 我们还要看一下 基于向你请教 从你的分析来观察 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顺利的连任之后 会不会更进一步的 在战场上会求表现 而大举进攻 采取更大规模的战事 对乌克兰 你的判断呢 我的判断是他们普京连任以后 他们肯定会宣布新的一个 战兵 一个新的一个行动 这个是第一 第二 他们肯定是今年 就是根据我们说得到的一个信息 他们肯定是 是今年会再试一试进行一次进攻的 但是这个结果会不会是顺利的 这个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好 接下来这个消息 我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在2月底的时候 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的官网 发布了这个消息 说总统情报委员会的声明 今年春天 可能有人会采取行动 推翻总统泽连斯基 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吗 我看到 我在世界上 就是现在就是对泽连斯基的 这个就是合法的 就是总统的定位没有任何疑问 并且就是关于政变 现在就是我从我朋友们之间在说的 就是没有这种意见 现在就是全部乌克兰的人民 都在干一件事情 就是在抵抗 就是在恢复我们的领土完整性 谢谢你 今天我转到北京现场 建伟兄 你资深外交官 也派驻在乌克兰相当多年 怎么看待这个新闻 考量乌克兰政权是否稳定 有很多的因素 首先呢 泽连斯基总统 掌控能力很强 民众对他的知识率很高 根据最新国际社会民调显示 泽连斯基总统的知识率 仍然保持在72 他去年知识率最高达到91% 第二呢 这是俄罗斯混合战的一种手法 因为同样 像乌克兰在进行混合战过程中 在俄罗斯的相关机构的网站上 也会出现如此等等的新闻 所以你觉得双方都在运用 这所谓的假讯息战争 但是呢 如果就是说按照常理来分析 目前乌克兰的政权架构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缺乏常识性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 对 在当天 乌克兰整个转入到战时状态 那么成立了以泽连斯基总统 为最高统帅的21人的 这么一个最高统帅部 那么各个部门一封为三 分别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地方 在从事这项工作 所以说目前 那么要推翻泽连斯基总统 没有社会基础 我直接很好奇的是 用常理判断的话 接下来应该也不会听到 这样的声音 谁呢 基辅市长 基辅市长就在这几天 他曾经公开地说 泽连斯基有一个大动作 是大错特错 什么大动作 你在画面上所看到 就是他在关键的时刻 把支持率比他还高地 号称是铁将军扎如日内 换下来了 基辅市长还公开说 你这个动作绝对是大错特错 你这战略上的失误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 是一个著名的拳击手 那么他曾经是 乌克兰打击党的党魁 后来与欧洲团结党 合并 他呢一直寄予着乌克兰总统的这个宝座 所以说他不仅仅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看主流 在乌克兰目前来说呢 那么人民公布党 欧洲团结党和祖国党 他们在战时就是第一天 他们达成了一个协业 搁置前嫌 共同抗敌 赢得战争 尽管目前呢 在乌克兰朝野上下或者内外 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一些分歧 但是不足以影响 他们的这种团结共敌的一种架构 所以说呢 五月份冲击大反共资界 推翻泽连斯基总统 这完全是谣言 而且根据他老百姓对他支持 因为我们现身和乌克兰人民在一起 我们所了解的情况 如果要推翻泽连斯基 人民是不答应的 有会 有一种说法是讲说 乌克兰当地的宪法规定 你处于战时状况 是不能进行总统大选的 按理今天本来要进行总统大选 可是现在他已经把战时状态 延到了5月13号 那么西方媒体也报道说 泽连斯基他拒绝进行总统大选 是害怕与扎卢日内来竞争 可能吗 有一定的因素吧 但是总体来看 我同意丁老师讲的 实际上现在乌克兰国内 他的抵抗的决心还是很强的 泽连斯基的控局能力也非常强 他之所以换掉扎卢日内 实际上他是为了更好地来执行 他的在战场上的一些 总体的对战场的前进的方向 还有战术战略 更多地来保持有声的力量 来进一步地打这个消耗战 另外还有一点 我觉得从这些所有的舆论 我们看到的就是 现在的战争是越来越复杂 战场上态势越来越复杂 不仅仅是阵地战 热战 同时夹杂的这个混合战 像这个信息战 情报战 包括这个经济战 最重要的心理战 所以说未来总体来看 泽连斯基他所面对的这个局势 不仅仅是要应对战场上的态势 同时也要应对国内出现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我们说 泽连斯基政府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在包括军队在内的 很多体系中缺乏足够的基础 当然我们说从泽连斯基方面来讲 扎卢日内被换掉之前 我们说是逐渐跟泽连斯基 发生了一些在比如战略方向上面 包括战术方面的矛盾 而且泽连斯基方面 其实之前已经在他的军事体系中 进行过换将 包括替换他的后勤 包括替换他的征兵 包括替换他的未勤体系 把整个乌克兰的总舱部 全部清洗掉 从指挥的角度来讲 从乌克兰军队内部的 稳定角度来讲 一定是会带来很大的不好的情况 而且斯尔斯基相对来说 是一个更强硬的 更容易导致大伤亡的将领 所以他在乌克兰军队内部 叫新铁皮棺材将军 但是扎路日内倒是一个 可能根据战场的情况 甚至会跟泽连斯基 包括跟西方在战术跟战法上 发生矛盾的人 当然我们说 从泽连斯基的角度来讲 当他跟扎路日内 一定要离开一个的时候 扎路日内离开的这个结果 现在来看 似乎对乌克兰整个体系的稳定 更有利一些 我觉得他的替换一些军方的领导人 包括战术上的改变 都是一些我们所讲的技术性的分歧 而在大的方向上 整个的立场上 我认为无论是在乌克兰 还是在俄罗斯 其实从社会民间到政府的高层 都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所谓的信息战 还恐怕要更加的理性一些 好 我们再跳到基辅现场 我这边继续请教的是吉阳 现在乌克兰当务之急 当然它需要弹药 还要更需要非常充足的兵源 乌克兰的议会最近 一读通过了新的动员法案 这个动员法案 希望能够再额外地 征召50万的新兵 你觉得真的都能够达到兵源充足 能够征兵顺利吗 西洋 关于征兵50万人 这个目标是 从一个角度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都要看我们真的有这个需求 就是征兵这么多的人 今年乌克兰从进攻改成防守 为了防守你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如果你不去当兵 那就就是你最终于需要付税的 你付了税 你才保持自己的军队 才保持自己的安全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还是要看 我们实际上需要征兵是多少 基夫的那位朋友说乌克兰的这个兵力和武器是充足的 但当然大家知道这是可笑的 因为就是基夫完全依赖于西方对它的这个武器供应 也依赖于西方对它的这个财政金融的援助 一旦西方停止这个援助 基夫就没有钱发给自己的官员 然后它的权名说是在权力抵抗 其实更正确说它是权力在躲避 他们的征兵官员 我们看到了很多视频 很多画面 在这些征兵的官员在街头上打这些人 把他抓捕 甚至街头这个这些爸爸们跟自己的孩子们散步 这些征兵的官员在那抓捕他 有的老婆们还把这些自己的老公们 就是打回来 就是抢回来 有的有的成功了 所以这个画面现在到处在出现 等一下等一下 基阳请说基阳 武器冲突不冲突 有一部分就是武器我们自己在生产了 他应该是知道的 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他个人想不想参与去征兵去打仗呢 你愿意被征兵呢 其实俄罗斯的国界是开放的 现在不管是年轻人 什么年龄的人 都可以出去旅游或者是出差 乌克兰的国界是关闭的 有的人还宁愿把自己投入冰冷的提撒河 也不愿意被征兵 这是大家知道的这个情况 俄罗斯还已经心里准备杀自己的人多少 才实现自己的目标 其实是泽连斯基把自己的人 自愿投入到这个绞肉机里面 他早就可以停止 他早就可以履行明斯克戏 他说对自己不利不履行了 还是打仗好 然后第二个 他22年3 4月份拒绝了谈判 虽然谈到了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地步 基本上已经早签了那个戏 后来就是约翰逊来了 他听了约翰逊的什么说服 然后就把这个协议就是当一个废纸 愿意杀害自己的老百姓 好 谢谢 来 建伟需要做补充请讲 我尊重俄罗斯朋友的回答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应该尊重他国领土完整 国家主权 不干涉他国内政 这我相信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 作为中国 包括美国 这是我们共同所忠实的原则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他是一位民选总统 他是用4,180万乌克兰人民 每张选票选出来的 何为不合法 这是第一 第二 乌克兰开战以后 实施了第三轮的征兵 其实乌克兰的征兵 我把这个程序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轮就是曾经做过当过兵的人 第二轮招生的就是在上大学期间 参加过军事培训 并且授予这个像我们的预备业的人 第三轮就是没有参过军的失灵青年 那么就我所知 到目前为止 动员就停留在第二步 那么我举例说明 和我们凤凰卫视有关系的事 我们凤凰卫视在基辅的特约记者 Kowali是一个著名的记者 他在第二轮的时候 收到了电子通知单 让他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去集合报道 那么他愉快地接受了这张邀请 然后现在还战斗在第一线 第一线 那么还有我们 因为我是新闻参战 和新闻人物打交道很多 那么从开展到现在 乌克兰著名的记者 战亡32人 对我们中国非常友好的 经济学人网站 他的总编 他现在仍然战斗在 一线 一线 那么他通手机通过网络 在指挥着他的这个 网络的整个运营 所以说呢 刚刚俄罗斯朋友所说的 这种情况有没有 有些逃兵役的 是不是需要 采取强制措施 我认为是对 但是在公交车上等等方面 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摆拍而已 因为我们也亲眼所看到了 他的征兵工作站 那么由于出现了腐败 泽连斯基全部解散了 这项机构 有没有逃兵役的 也有 那布什在 外卡尔八千地区 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交易地方 有很多人想逃兵役 有 需不需要 存置 需要 我不参与他们两个的 激烈的变动 但是我们应该站在 客观观众力上 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军事的角度来讲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士兵来讲 现在的战场比一战 可能还要更为惨烈 从我个人的角度 更惨烈 对 如果是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并不愿意 真正地上战场 无论我是一个俄罗斯人 还是一个乌克兰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俄乌双方 现在其实真的 就像中国人一直盼望的那样 这个尽快地通过和谈的方式 来停火 这个其实是对 对大家来讲最好的一个结果 现在欧洲弥漫着一种 焦虑感和无助感 他不希望被卷入这场冲突 他们不承认自己有兵在战场上 如果这个僵局继续下去 后来欧洲的安全 将会受到最现实的威胁 《英虎西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又一位嘉宾加入我们PK的行列 首先在画面上看到了北京现场 中国国际问题研诱 欧洲研究所的副所长金灵 掌声欢迎金灵 金灵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马克龙最近说的这句话 引起众多国际媒体大家的关注 马克龙他说西方国家 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 不能够排除 话音刚落 包括美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等国 就马上跟他话进阶阶阶 说我们是不会去出兵的 但是马克龙特别带用了一句话说 咱们欧洲不能当胆小鬼 经历是研究欧洲问题专家 你觉得马克龙这时候 放出这样的话 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难说他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当然这句话 他出台的背景非常清楚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 大家如果跟踪 穆尼黑安全会议就知道 今天整个欧洲 对于乌克兰战场的情形 是非常悲观的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马克龙说这话 第一 在他们看来 这场战争是输不了的战争 所以他一定要提升 欧洲人对这场战争的信心 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 我们看到特朗普虽然没有当选 但是特朗普的效应已经显现 组织美国国会通过 600亿美元援助这个问题上的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 欧洲马克龙作为 今天事实上 欧洲的主要领导人 或者说被认为是唯一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 他一直在推欧洲的战略自主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发出这样的声音是不奇怪的 我们看到在法国国内 也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 今天支持乌克兰收复领土的人 比说要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的人 比例还要高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系列类外因素 包括如果考虑到 马上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 勒庞的极端右翼政党 对马克龙的这种效应 所以说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 马克龙一直在受到舒尔茨的压力 要求他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事实上他也是找回这么一手 就是说我法国是在发挥战略引力作用 我基本上同意刚刚嘉宾讲的 就是我刚刚从欧洲访问回来 也明确地感受到 现在欧洲弥漫着一种焦虑感和无助感 那么最大的一种无助感 就是认为这场战争 这场冲突看不到一个终结 同时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 或者说挑战 就是恐怕要制定一个 没有美国参与的援助乌克兰的方案 所以我想马克龙之所以 表达这样的言论 一方面是这种焦虑感 自动促使他说出了这种 要增强自我信心的一种说法 另外一个我想他还是在强调 也就是说即便没有美国 那么欧洲要自己承担责任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法国愿意来担当一个 领导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至于说是不是真的要派兵进入乌克兰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无论是欧洲也好 或者是在法国内部也好 其实还有非常大的争议 至少从我的交流当中感受到 越来越多人在谈 那就是说如何找到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 不能单单的通过军事的手段 来结束这场冲突 因为恐怕如果仅用军手段 这样冲突会延续10年到20年 所以我想这种在焦虑感背后 他们对于一种恢复政治对话 帮助双方能够建立一些接触 这一些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 谢谢 勇慧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不仅是马克龙在这说这话 在他说这话的前后 我们看美国的防长奥斯丁 奥斯丁说呢 如果乌克兰战败北约 或许就要与跟俄罗斯直接开战 他的这样的直白的表达 再加上马克龙这样直白的表达 的确是跟前两年的表达 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不是也跟整个战事的转变 是有关联的 或者是在为接下来的某些战事 在做事先的铺垫呢 是的 我想马克龙这句话呢 有几个意思透露出来 一个呢就是欧洲呢 正在彻底地下定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 要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 要和俄罗斯就是打下去 打到今天 如果北约在下场的话 部队下场 那有可能这个战争就会外溢 有可能俄罗斯会使用战术核武器 所以说总体来看 我觉得这场战争 到24年25年都可能不会结束 而且呢我相对来说 是比较悲观的 特别是在这种各方 都在焦虑情况之下 它意味着战场的这种残酷性 是越来越强的 对 回到沙库拉层上 沙库拉马克龙这样说话之后 我看到你们外交部长 都已经言辞来反驳这样的情况 同时外交部还发言人 特别说了一句话说 别忘了提醒法国 你们当年入侵俄罗斯 是拿破仑终结的开始 这段历史你非常熟悉 你们的课本是怎么总结 拿破仑的终结呢 欧洲它最近十年 尤其是最近两年的这个政策 可以说是非常愚蠢的 因为最吃亏 最受害的就是 在这次危机中 就是欧洲国家 它们一个是出现了 能源供应的来源的去多元化 就是少了一个俄罗斯 第二个它们的工业也受损 第三 它们也被要求 就把自己的拥有的武器交给乌克兰 然后重新买美国的一些武器 这样从中美国的国防工业也受益 也包括在战略上 欧洲很快自愿地成为战场的一个结局 包括中导条约的撕毁 其实这个中导条约主要保护的就是欧洲 那么美国撕毁这个条约以后 欧洲的安全大大下降 那么欧洲国家应该是第一时间要求 美国不要撕毁 但是当时它们基本上保持沉默 所以这些行动是比较愚蠢的 马克龙在他的新年的宪词里面 提了七次他要重整军备 那么他现在所强调的所谓派兵也好 当然其实他所描述的派兵 更类似于什么就是 比如法国的装备 他需要法国的派出自己的专业人员 去训练 去维护保障 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说 到底你说他是派兵也好 或者说这个人打个比方 他是退役人员 是不是派出这个人员到乌克兰 就没有问题了 或者说到底现在在乌克兰 有多少这样的西方的退役人员 就这个事情实际上 我们说一直是一个战场上的 不能说叫默契 是大家都知道已经在发生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现在欧洲整体的反应是 都不希望自己真正的 以国家层面去派兵参战 但是我们说如果讲欧洲 或者说我们说包括美国去说 我们不能够允许乌克兰失败 但是我们要知道乌克兰比俄罗斯 差不多要少一亿人 那么以这种消耗战的方式 乌克兰方面到底有多大的赢面 那么在如果说乌克兰 比如人力资源 逐渐地消耗殆尽的情况之下 那么西方怎么保证乌克兰不败 西方怎么保证乌克兰不败 下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就是 是不是西方早就已经 有实际动作了 俄罗斯的媒体就曝光 曝光这个38分钟的内容 德国的军官在讨论如何 向乌克兰交付射程500公里的 这金牛座的巡航导弹 并且将它用来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可能性 德国的政府是公开承认 这是遭到窃听的 但是对于窃听的内容部分 并没有做任何的否认 这件事情的曝光 实际上是不是西方都已经介入了 金牛怎么看 首先这肯定是信息战的一部分 第二个显示的是 欧洲人开始反思着 德国的这个安全意识 的确是像沙漏一样 但是其实从军事层面 去讨论这个可能性 他们内部的一种会议讨论 和这个讨论的方案最终付诸实施 这个是有很长的距离 你包括刚才马克龙说 这个直接派兵这样的事 其实最早透露出来的 并不是马克龙本人 而是斯洛伐克的总理菲科 那么菲科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 他也并没有说 这是马克龙一个人的意见 那事实上就是在会上 大家讨论了这个方案 方案最后各方还是有分歧的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曝光的事件 实实恰恰反映的是 德国原屋内部缺乏共识的 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舒尔茨其实在 金流座巡航导弹这个问题上 美国只要没有动作 它不会有动作 这一点他说了 它不会改变的 因为他几个原则非常清楚 他不希望进一步惹怒俄罗斯 他不希望被卷入这场冲突 但是其他国家的动作呢 刘旭我们看一下 英国的几个官方都公开地跳出来说 德国总理说溜了嘴大嘴巴 因为他这里头已经表示说 英军已经在乌克兰协助发射的导弹 来袭击俄罗斯 已经有动作在进行了 你怎么看待呢 如果严格来讲的话 北约或者西方是不是参与的 那肯定是参与的 一直在参与 从开始就是参与 那我给你枪炮 我给你这个金钱 这是不是参与啊 没有西方的援助 乌克兰政府根本就没有办法运行了 然后俄罗斯那边其实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说其实刚才提到了 是吧 有一个默契在 其实这个默契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多大程度去参与 然后你怎么说你的这种参与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说是官方之间 公开国与国之间 我要跟你宣战了 我就是要达到这种程度的话 那可能最后是一个 与死网坡的这样结果 对 赵龙要走普通 赵龙从这些像曝光的内容当中 大家大胆地猜测说 其实俄罗斯一定还有一些 它所掌握到的东西 并没有播放出来 从这几个事件楼可以凸显出 欧洲之间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 对于俄乌战争的收场方式 有很多利益冲突的地方 对 我想欧洲最大的变化呢 就是去年如果他们谈的更多的是 要确保乌克兰必须赢 那今年它最大的战略目标 就是确保乌克兰绝不能输 所以在这种战略目标的变化之下 我想它内部的这种分歧 或者是讨论会越来越多 那至于说是否参战 或者是有多大程度上参与这场冲突呢 我想这里面存在非常多的灰色地带 也就是说个别的北约成员国 它进入算不算北约的介入 那么如果说是不是正式的部队 如果是退役人员 包括一些武器操作人员的参与 算不算是军事上的参与 我认为这些都是灰色地带 最主要是取决于双方如何去解读 这样的行为 那么俄罗斯如何解读 欧洲如何解读 都会导致未来双方在定义上存在分歧 而这个定义非常关键 那么就是说双方现在把红线画得很清楚 对 一方欧洲说我是绝不直接冲突 那么俄罗斯说只要有直接介入 我就做出反击 所以我想这条红线从目前看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只是说在这个红线的背后 大家的内部的争论和讨论会越来越多 那问题是这件红线画带这里是没有动摇 但是你这件灰色的部分 是越来越接近红色的 我想看一下在莫斯科的解读是如何 莎库拉你怎么来看待呢 现在欧洲军人 有时候比政治家还是聪明一些 因为我们看到了 这些德国的 这些军官所讨论的话题 他们经常强调 就是他们不愿意 被卷入这个冲突中 因为德军他肯定记得上次 他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立的这个结果 所以肯定他不愿意这个历史再次重演 说到政治家就可能不太 对他们不太有信心 他们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考量 这个窃听内容所报道出来的内容 你会认为说英国跟法国 已经踩在红线上了吗 他们不承认自己有兵在战场上 把自己的这些军人 装扮成雇佣兵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些国民 那么结果 他受到打击 被杀被伤的时候 他就也不用给自己的国民交代 但是如果同样的话题 我们问到在基辅的吉阳 吉阳你会乐介于像北约的这些部队 能够尽快地能够参战 会吗 肯定是我们就是西方国家 其实欧洲和美国能提供上面的支持 我们都非常欢迎接受 但是关于北约的 就是具体的北约的一些步兵 能不能去世了 乌克兰这个我还是一直怀疑的 但是其他的国家 如果是绕着北约的一些条例 如果能来的话 就是我感觉这个完全没有限制 并且杰克的这些总统 他对其他的欧洲的总统 我们就是也收了 必须的这个想法就是 你们不用拒绝这种方式的 让他们还是去参考 谢谢 建委校补充请 目前欧洲整个处在 俄乌冲突的十字路口 那么如果这个僵局继续下去以后 欧洲的安全将会受到最现实的威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2月26号在巴黎 举行了支持乌克兰欧洲会议 会后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接见记者的时候 抛出了以上的观点 但是他之所以抛出这个观点的 根本目的就是要打破 当前的僵局 以硬碰硬的方式 倒逼俄罗斯作出退让 俄罗斯周边的这边政治的环境 是越来越恶劣 瑞典加入北约 彻底击垮了俄罗斯的梦想 如果俄罗斯愿意用所有的工具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 包括整个人类也不会赢 对于各方来讲 现在都是一个多数的局面 《一胡锡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锡谈》的现场 俄罗斯的冲突现在变成是 刚刚几位嘉宾点到了长期战 也是复杂化的消耗战 拉锯战 那么普京呢 现在是似乎压核武的威慑 美国是压出了 北约有可能是出兵 最后谁能够胜出 现在有一个讲法 俄罗斯的前总统 也就是梅德韦杰夫说 只要是捍卫本国的国土 核大国就永远不会输掉战争 是这样子吗 孟臣 核武器到现在为止 出现了不到百年 所以这个结论 我觉得对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如果俄罗斯方面 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 愿意使用所有的工具的话 那当然我们可以认为 俄罗斯方面是不会输的 当然另外一句话是 如果俄罗斯愿意 用所有的工具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 包括整个人类也不会赢 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 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俄罗斯对于欧洲的判断 和欧洲对这场战事的判断 相差太远 这个认知 几乎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鸿沟 因为欧洲今天去强调 我要支持乌克兰 他们的一个认知就是 但是我今天让俄罗斯赢的代价 远远要大于我明天要付出的代价 好 你这讲的观点所在 就是代价 你对代价的认知是什么 我想问的是 莎库拉 这个代价部分我好奇的是 莫斯科是怎么计算的 我们来看一个图 你看看波罗迪海 波罗迪海现在想说 现在变成了北约湖 为什么呢 现在北约大演习 13个国家 2万多名军人在军演 瑞典最近已经成为 北约第32个成员国了 波罗迪海几乎就变成了北约湖 我们看一下 你俄罗斯的周边 你说要解决安全困境的 但俄罗斯的周边 现在8个北约成员国 这个部分来讲怎么看 因为这想像这个代价不高 说到这个代价 当然首先代价的这个是 人的生命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代价 但是如果我们说是这个 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的话 你看 你不担心 哪怕冷战最寒冷的时期 我们跟芬兰的边界是和平的 因此芬兰也包括瑞典 作为中立国家 也得到了很快速的经济发展 它从中受益 现在它成为北约国家 俄罗斯已经采取决定 恢复两个军区 为了应对新的这个局面 对 莫斯科的军区 还有列宁格勒对吧 你看在这个情况下 谁付出的代价更大 谁付出的代价更大 我一直的观点是 大家没有赢家 第一 当然芬兰跟瑞典 两个国家在冷战时期 被很多人认为是 比北约国家还要北约的 芬兰和瑞典确实在 因为俄乌冲突 走出了它长期不愿走的那一步 但是我觉得其实确实 对俄罗斯来讲 看着北约一步一步一步地 扩到自己身边这件事情 我个人也认为 确实也没有什么国家 能够承受这一点 那么如果说对俄罗斯来讲 没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北约东扩的话 那么它当然要使用最后一个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到现在来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得利 当然北约是不是从中得了利了 从军事角度来讲 也许你扩大了 但是我们说如果回到冷战状态的话 对于整个欧洲来讲 我觉得没有影响 这场战争就是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 这个版图的改变呢 也不会结束 因为现在看到 就是俄罗斯周边的这边政治的环境 是越来越恶劣 通过这场冲突呢 北约不仅那个东扩还北扩 所以说呢 如果在北约进一步地 在扩大的情况之下 俄军冲突的战场上 又不能解决欧洲的这个安全架构的话 那么这场战争是没有结果的 可能就是阿富汗版的这个乌克兰 所以说我比较悲观 我认为俄罗斯现在 它的战略目标呢 也有所变化 就之前呢 它可能提起来 这个乌克兰要中立化 要非军事化等等 那么现在可能它会进一步地要 如果你想结束这场战争好 那要跟我谈这个欧洲架构的问题 欧洲秩序该怎么解决 对 建伟兄 你看到这张图 你应该感触更深 了解俄罗斯史的人应该知道 波罗的海 一直是俄罗斯梦想打通的出海口 那么瑞典加入北约 彻底击垮了俄罗斯的梦想 那么由于瑞典呢 它整个控制了四分之一 波罗的海的这一个海岸线 而且俄守着波罗的海 到大西洋的通道 所以说它随时都可以切断 波罗的海出海口 并且进一步地掐死俄罗斯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由于形成了一个环绕的 这一个包围圈 所以说尽管在延河县有飞地 加里宁 格勒 前面还有丰兰湾 对挫败俄罗斯 在狭窄的丰兰湾地区 排兵布阵 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就是这样的一种代价呀 是全方位的 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一个赢家 他是一个 全球都在承受这个代价 全方位的 从时间上来讲 是一个非常深远 赵龙请 我想对于各方来讲 现在都是一个多数的局面 就是北约扩张到这种状态 那么其实俄罗斯跟欧洲 相互间的一种相互的 安全保障空间就没有了 未来的话 就在波罗的海 包括在黑海 甚至是北极的海域 双方的这种前沿的对抗威慑 甚至是摩擦会越来越多 好 我想问一个关键问题 沙库拉你知道 到现在为止 乌克兰死了多少的士兵吗 我这边没有正确的数据 应该是十万人以上吧 吉尔你觉得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的军官士兵死了多少人 根据我们公开的就是统计 现在就是在乌克兰领头上 已经死了四十多万人 那我必须说个实话 这两个人数字我都不相信 交战的双方在看对方伤亡的时候 历史告诉我们往往会高估 而看待自己的士兵死亡的数字 都会低估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是战争的代价最惨的就是 刚刚他们两个所说的这些数字 背后反映出活生生的人 继续开打下去 会有更多的数字 我们选在今天这时刻 要为他们呼唤 也希望大家重新来看待这场战争 希望劝和促坦才是上上策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因为这场战争 已经造成多数的局面了 而多数的局面 世界格局来讲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的赢家 感谢格力电器对比 莱姆特大力支持 下周见 你期待这场战争 是什么样的最后的场景落幕 对我来讲是非常简单 就是和和平公司一样的 先撤退我们的领土 回到你们俄罗斯的领土 全球承认的领土 然后就是可以谈了 这次传途的结局 俄罗斯已经很清楚地列出了 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 欧洲要认真去谈 基督政权要认真去谈 这样就会有好的结果